清明时节 要吃传统美食青团 此时吃对人体有食养作用 今天教您两种做青团的简单方法 第一种 取桑叶茶打成粉或抹茶 可以再加少许茯苓粉 健脾补气 加入糖 我用的是罗汉果林卡糖和红糖 做成两种口味 分别放入糯米粉 加水揉成团 搓成长条 切成段 然后揉成果圆形 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吃了 准备原料 糯米粉 红糖 甜爱或野爱 甜爱别名清明菜 学名是熟曲草 取新鲜甜爱的嫩煎 水里放一点小苏打 煮开后放入甜爱 这样甜爱可以保持清滤 大火多煮一会儿 让甜爱软烂 加入红糖化开起锅 将煮好的甜爱连通水 用料理机打碎成容 趁热与糯米粉混合搅拌 待不烫手时 用手揉匀成团 搓成长条 切成段 然后揉成果圆形 还可以包入豆沙馅 蛋黄馅 大火蒸20分钟 就可以吃了 糯米如果单独吃 不好消化 容易胃不舒服 而甜爱 它可以调理胃 与糯米是很好的搭配 味方形 破砂 优优独播放